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加坡大的珠宝公司 去买了这么一个 黄钻 来犒唤我自己 你为什么称它是黄钻 意思是借台是黄的是吧 那也不认称黄钻 还是白钻 黄钻是彩钻才叫黄钻 那要是白钻太黄 那就不值钱了 这个我们主持人比我内行 你说黄钻 我们说你太谦虚了 这明明就挺白的 是是是 我们来看一下 那时候买多少钱 那个时候买新币 差不多一万块吧 这可能是 一万块新币 一克拉左右 一克拉左右 二十万吧 这颗钻没有GIA证书 对不对 忘记了 好像忘了 完蛋了 这颗钻石的进度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听老师这么讲不太乐观 是 这个我们两个人都要是相见恨玩 呵呵呵呵 你要买的时候你认识我 你就不会吃这个亏 又又贵了 又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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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豆豆哥 所言不虚啊 所以你常常上当 这个颜色 J卡拉 从A一直排下来 J算是很后面 E F G H I J 就J卡拉 糟糕了 不乐观 那果然是有点黄啊 非常不乐观 伤心的阶段 我们缩短好不好 好 我们就直接讲价钱好了 好 好不好 请接价 二十二万 OK啊 大哥好牛 可以啊